大家好,我是谷月 炒猪肛怎样才能不老而且没有腥味呢? 今天我分享我的做法给你 做出来的猪肛一点腥味都没有 口感嫩滑鲜香,非常的开胃 既好下酒又好下饭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选择猪肛 我们要选这种颜色比较鲜红的 这样才比较新鲜 而且尽量显这种干煎 这样吃起来比较滑嫩 将猪肛清洗干净之后 沥干水分 放在案板上我们来改刀 将猪肛切成薄薄的片 这里我们要尽量的将它切薄 切得越薄 炒制的时候成熟就越快 这样吃起来就更鲜嫩 切成薄片 待会清洗的时候就更容易将血水清洗出来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有腥味 全部将猪肛切成薄片之后 我们将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的关键 往猪肛里面加入一瓶啤酒 让猪肛在啤酒里面浸泡一下 这个是给猪肛去腥的小技巧 啤酒里面的成分 可以有效地将猪肛里面的血水泡出来 达到去腥增香的效果 我们抓匀之后 将它浸泡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多一点的去皮蒜子 改刀将它切成蒜粒 多切一点蒜粒吃起来会更香 切好之后 我们先将它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我们先将它切成厚片 然后改刀 将它切成粗条 最后将它切成细小一点的姜粒 切好之后和蒜粒放一起 接下来我们准备这道菜的灵魂 泡椒 泡椒有它独特的风味 让它和猪肝一起炒 嫩滑的猪肝加上泡椒的风味 这样吃起来非常的开胃 我们将泡椒切成像饰瓶这样的小段 切好之后将它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小米辣 也将它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和泡椒放一起 接着我们准备一小扒的酒苔 将根部切去一点后 再改刀将它切成三里面的小段 酒苔吃起来非常清甜 将它配在一起 既能丰富口感 也能让菜品颜色更好看 切好之后 将它装入碗中 这个时候我们的猪肝差不多泡好了 你看泡出好多血水 我们先将猪肝捞起来 挤干它的水分 然后再放入清水里面 将猪肝抓洗干净 再次的将猪肝里面的血水 抓洗出来 我们这里要将猪肝多清洗几遍 将猪肝里面的血水 彻底清洗出来 这样吃起来才不会有腥味 清洗到水便于清澈为止 清洗干净之后 再用双手挤干猪肝的水分 挤干水分之后 将它放入碗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生抽 少许的老抽 再加入白颜色的食盐 黄颜色的鸡精 加入胡椒粉去腥增香 再加入少许的蚝油增鲜 最后加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 让猪肝能够彻底的入味 加入玉米淀粉 可以锁住猪肝的水分 这样吃起来猪肝才会嫩滑 充分搅匀之后 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锅加入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姜蒜粒 用小火将姜蒜粒炒香 炒香后将泡椒倒入锅里面 继续翻炒 将泡椒炒香 这里火不能太大 要将泡椒久炒一下 将泡椒里面的汁水煸炒出来 这样吃起来才更入味 大概翻炒一分钟后 再将腌制好的猪肝倒进锅里面 这个时候开大火迅速的翻炒 将猪肝划散 让每一片猪肝都能吸出泡椒的味道 这个时候我们翻锅的速度要快 煸炒的时间不宜过长 将猪肝充分的划散 炒至七八分熟 接着我们将切好的酒苔倒入锅里面 再次迅速的翻炒 将酒苔翻炒均匀 再次翻炒十来秒后 就可以出锅了 哇实在是太香了 将它装入盘子里面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按我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猪肝 鲜香嫩滑 非常的开胃 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吃猪肝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为我点赞 关注并且留言哦 关注我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每一道菜都是我们家里的味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谷月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